前苏联制造的沙皇炸弹的威力有多大 能够摧毁一个地级室吗 大家好,我是大正 这回就来谈一谈苏联曾经制造最大的核武器 沙皇炸弹的威力 其实沙皇炸弹那么强大的核子武器 摧毁一个地级室简直不要太轻松 小菜一碟 想一想一个地级室才有多大面积 通常来说我国人口密集的地级室 面积不超过一万平方公里 当然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人口稀少的省份 或者省级自治区的地级室就不能算数了 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级室面积太大了 有的地级室管辖的面积比东部省份面积都大 我们就拿新疆的河田地区举例子 河田地区就是一个地级室行政单位 但面积却高达24.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安徽省和江苏省加在一起的面积 所以说一般的地级室在沙皇炸弹的面前根本不够看 这个沙皇炸弹也被称之为大一万 是一个当量十分巨大的轻弹 它的产生背景也是美苏冷战 二战后美苏冷战开启 美国和苏联都争相发展威力更大 杀伤力更强的核武器 所以美国和苏联两国在核武器研发上 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 美国在1954年释爆了一个当量1000万吨TNT的核弹 所以苏联也不可能坐视美国人嘚瑟 一定要制造一个当量更大的核弹 所以大一万制造计划就开始了 1954年苏联成立一个克伯杠11实验室 开始了更大更强威力的核弹研究和制造 理论上氢弹的威力是没有上限的 于是苏联政府预先议定了一个 1亿吨TNT当量的氢弹 在1960年的秋天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 向全世界宣布 苏联已经完成了超级氢弹的研究工作 这个氢弹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亿万吨级的TNT当量 举世哗然 导致世界各国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但是理论上的1亿吨TNT当量的氢弹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杀伤半径高达1000公里 苏联现有的实验场地一个都不能用 而且苏联政府也害怕 世报后核子尘埃落入环境中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还有可能导致外交风波和内政问题 因此这个超级氢弹的威力削减了一半 定量为5000万吨TNT 其杀伤半径也超过500公里 1961年10月30日 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 把重量26吨的大一万氢弹测试成功 这个大一万氢弹世报之前 已经把新地岛上的居民全部迁出 作为大一万的试验场地 整个新地岛的面积超过8万平方公里 都快赶上一个浙江省的面积 一开始美国人估计大一万爆炸的当量是 6700万吨TNT 但是从1991年起 俄罗斯的资料宣传称 大一万的当量只有3000万吨TNT 大一万爆炸当时所产生的火球半径达4600米 已经超过引爆的高度 所以火球很快就席卷了地面 并且迅速扩展到投掷的高度 在1000公里外的地方都可以看见 爆炸产生的沁状云 宽度40公里 高约64000米 是珠摩朗玛峰海拔的7倍多 爆炸的闪光能造成43公里以外的人的 眼睛剧痛与灼伤 甚至造成白内障以及失明 整个爆炸连芬兰都能发现和感觉到 并造成当地许多房屋的玻璃破碎 爆炸的暴风压力在引爆点正下方 就高达每平方英尺300磅 压强相当于20.4个标准大气压 足足向外吹送了将近100公里的范围 而大一万这次试爆虽然是在空中引爆 但是往地球传送的地震波被美国地质调查 以侦测到引起的里氏地震规模为5至5.25的地震 爆炸范围内的数十公里的木造房屋全部损毁 只有砖造或者石造的房屋有残留 但门窗与屋顶都被强风吹走 爆炸后的电磁冲击波 足足造成一个小时的无线电通讯的中断 炸后所引发的大气扰动环绕地球三次 所谓的大气扰动就是空气不规则的运动 可以说沙皇炸弹的引爆 这是一次人类核武器的试爆威力为5000万吨TNT的当量 在全世界已知的所有爆炸事件中 规模排名第二 仅次于导致恐龙灭绝的西克苏鲁伯陨石坑事件 沙皇炸弹爆炸的规模比世界三大爆炸之一的 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还要大上很多 通古斯大爆炸的威力也只相当于 1000万至1500万吨的TNT当量 沙皇炸弹的威力是通古斯大爆炸威力的三倍多 沙皇炸弹的威力还相当于当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 投放的那两颗原子弹的威力的3000多倍 如果这样看起来 这个沙皇炸弹只要对日本人口密集的东京城市圈引爆 整个日本就彻底废了 极有可能最后走向消失 终合上书已知资料就可以看出 一个地级是对于沙皇炸弹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收藏转发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